第403集 大姐,你怎么又要走啊? 四妞儿一脸都不愿意,杨如新伸手将小丫头抱在了怀里。 因为有许多事需要大姐去做呀,所以蜜儿要努力地学习本领,长大了呢,就可以分担大姐的事。 到时候,大姐我就在家里享福,然后指着蜜儿出去做事了。 嗯,放心吧。 四妞儿使劲点头,我现在已经读了很多书了,还学会了算账写字,将来我帮大姐。 我也帮大姐。 二鸭也凑了过来。 给我。 周莹更是不甘示弱。 好,大姐等着你们。 杨如新挨个儿亲了一下。 好了,去上课吧。 不仅要学知识,还要学功夫呀。 现在你们打好基础,过两年,会让你们姐夫亲自教你们的。 放心吧。 起个小丫头,喊着就跑了。 这时候,顾清行牵着小风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周小。 大姐,小风进门,就跑到了杨如新的身边。 我刚才考过了他们两个的学问。 这些日子,他们都没落下功课,功夫也有所长进。 顾清行在杨如新的身边坐了下来,周小跟小风一起站在两个人的跟前。 小风年纪还小,可以再多学习两年。 大宝可以下场世事同生事了。 顾清衡看向杨如新。 不过,要不要走这条路,你还是要跟周将军商量一下才好。 他们毕竟不是周小的父母,无权决定人家的未来。 不用跟我爹商量,我自己可以决定。 周小却摇了摇头。 我会下场的。 他一定要做文武状元,因为新姐夫在学问上有神童的称号, 现在还能带兵打仗,可谓是魂韬武略。 他一定不能比他弱,甚至还有比他强才行。 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么这段时间,你就努力吧。 明年二月,还是四月下场,你自己决定。 放心吧,我一定会考过的。 我信你,但是我更希望,你能自由快乐地学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大姐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夫人,罗巧儿要见你。 春花过来禀报。 哦,让她进来吧。 杨如新让周小带着小枫去上课,这才点了点头。 罗巧儿进门,就给杨如新跪下,磕了个头。 见过夫人,见过将军。 起来吧。 杨如新抬了抬手,经过几个月的调养。 原本刚把瘦肉的丫头,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皮肤细腻了,头发也黑亮了起来,身上脸上也有肉了。 这样一看,还是个模样很不错的姑娘。 夫人,这是我做的鞋子。 罗巧儿将带来的一个竹篮子打开来。 这些日子,我给每位小姐、少爷都做了一双。 我也不会别的,只有这针线还能拿得出手。 说着后退一步,略带忐忑地看着杨如新。 啊,辛苦了。 杨如新拿出了一双藕合色,上面绣了并地帘的鞋子,看了眼。 哇,挺精致的。 这是我的吧? 说着,就抬起脚,准备换鞋。 罗巧儿笑着点头。 嗯,我帮夫人换上。 杨如新没拒绝,让她帮自己套在了脚上,站起来走了两步。 哎呀,不错,谢谢你。 然后,让采琴将这一篮子鞋送去隔壁给董文秀,让她到时候给大家分下去。 罗巧儿笑了,刚才的忐忑也没有了。 虽然生活给了她,还有她的家那么多磨难,但也给了她幸运。 幸运地遇到了好人,他们才能这样一家人团聚。 这份恩情,别说是作邪了,就算让她以命相抵,她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这些日子,过得还习惯吗? 杨如新示意罗巧儿坐下。 回夫人,大家对我们都很好。 罗巧儿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弟弟们也都认字了。 原本该死了的爹和二叔都依旧活着,虽然身体依旧很虚弱,但是只要活着,他们就不是孤儿。 那就好。 夫人,我来是想求您一个事儿。 罗巧儿说着又站了起来,跪倒在地上。 我不想嫁人。 哦,谁逼你嫁人了? 杨如新疑惑了。 是,是高铁锤。 罗巧儿咬了一下嘴唇。 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上次也是他帮了我。 什么情况? 杨如新起猫白手,打断了罗巧儿的话。 你跟那个高铁锤怎么牵扯到一起了? 高家父子过来之后,杨如新就安排在了镇子上的院子里。 因为高老头有解育雕刻的手艺,所以杨如新就弄了一堆的矿石,让他解剖加工。 父子俩很少来村里,当然,一个月也会有一两次。 有遇见完成的时候,就会送来村里,有时候也会在村里住上一晚。 上次,我在河边洗衣上,脚下的石头一滑,掉进了水里。 多巧儿一脸的无奈,其实,我是会服水的,我能上来。 可是他当时路过,一下子就跳了下去,愣是将我推上来了。 杨如新笑了笑,那家伙的确有些二。 虽然我并不需要,可是人家帮忙了,我也得表示感谢。 就让他去院子里换了一件衣裳,是夫人你给我爹做的。 多巧儿抬眼,看向杨如新。 可是那天之后,他有事没事就会跑来,虽然不会说话, 却也能表达意思,让我嫁给他,还进门就给我爹和叔跪下磕头。 那你是不喜欢他咯?杨如新也有些哭笑不得。 罗巧儿点头,嗯,我并不是嫌弃他是哑巴,而是我根本就不想嫁人。 我问的是,如果有一天,你想嫁人,你会嫁给他吗? 杨如新起身,将人给拉了起来。 不需要有顾虑,就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 罗巧儿咬了一下嘴唇,却是坚定地摇了摇头。 就算他能说话,你也不愿意。 罗巧儿再次摇头。 就算他身体健康,有钱有势,我也不愿意嫁给他。 好了,我知道了。 杨如新点了点头,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放心吧,以后他不会再来骚扰你了。 谢谢夫人。 罗巧儿露出了如释重负的笑容。 嗯,如果以后你有了喜欢的人,可以跟我说。 罗巧儿离开之后,杨如新就跟顾清衡去了一趟镇子上。 此时的高大壮,刚雕好了一朵翡翠的莲花,正在跟儿子强解玉雕的技巧。 高铁锤乖乖地跟在旁边学习。 以前高铁锤不喜欢玉雕手艺,最近却忽然像是转性了。 这个人虽然脑子有些欠缺,但是极其聪明,学东西很快。 现在的一些下脚料,高大壮都是交给他处理的。 这小子就能就着材料的形状大小雕刻出一些精致的小玩意儿, 比如贱面,比如小耳杖,又比如小摆件什么的。 不过,这些东西杨如新都暂时没有出售, 全部堆积在空间里, 是想等着有一天开玉器店的时候再拿出来。 啊,夫人,将军,你们怎么来了? 高大壮看到杨如新和顾清衡,挺激动的。 赶紧坐,这个翡翠莲花很快就掉好了。 夫人,将军。 高铁锤也高兴地行礼。 啊,我过来说几句话就走。 杨如新让高铁锤去烧水泡茶,让高大壮留在了屋里。 啊,夫人,是有话要说,请说吧。 高大壮心里咯噔一下。 如果老奴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我一定。 不,你一直做得很好,今天我过来是为了铁锤,随即就将高铁锤的事儿说了一遍。 喜欢一个人无可厚非,但是在对方不同意的情况下死缠烂打,给别人造成困扰,可就不好了。 啊,夫人恕罪啊。 高大壮一听,急忙跪了下去。 是,是老奴,教子无方。 没那么严重。 我想以后,你需要好好注意一下铁锤的情况。 啊,老奴知道,他之前回来说,要成亲,我也不知道是谁,问他吧,他也不说。 哎,我也担心会出事儿,就将他圈在身边学手艺。 好在这孩子也没有酱,没想到是罗姑娘,我,我会去道歉的。 啊,那都不必了。 杨如新摇了摇头,只要他以后,不再去为难人家,也就好了。 得到了高大壮的保证,杨如新就带着那朵翡翠莲花,还有几件玉雕物件,离开了小院。 铁锤也不小了,就算不是罗巧儿,也该找个合适的姑娘成亲了。 顾清衡给出了建议。 我知道,可是,哪里去找那么合适的呀? 更何况,那人如果认准罗巧儿,恐怕,很难转变。 杨姑娘! 两个人正说着话,往回溜达,后面忽然传来一个欣喜的声音,有人挡在了她的跟前。 真的是你啊! 杨如新抬眼,看着对方。 哼,云公子,别来无恙啊。 说是,要和自己做生意,结果一走就是一年多,哪里像个做生意的样子呀。 哼,我前天才下船,轩哥就赶了过来,正要去找你,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 云仓显得很激动。 可见咱们,是真的有缘。 哼哼,云公子,必须要纠正一下,我已经成亲了,你不能再称呼我姑娘了。 说着,拉起了顾清衡的手,这是我的夫君,顾清衡。 哼,以前,你们也是见过的。 云仓的眉头皱了一下,笑容也略微地暗淡了一点,不过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顾将军,好福气啊,将最能干的女人,该去走了。 对啊。 顾清衡笑得无比灿烂,那笑容甚至都能谎花众人的眼。 我一直都知道,我很有福气。 我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媳妇。 云仓的眉头皱了起来。 可是,你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 一个男人,吃软饭。 之前,他们没成亲,自己回国一趟回来,竟然已经成亲了,这样他心里有些不好受。 杨如心皱了皱眉。 怎么这个云仓一来,就带了这么大怨气啊? 其实云仓的心里有些矛盾。 要说是真心地喜欢杨如心,那可不见得。 他最初注意到他,不过是因为神仙将,后来他设计认识了杨如心。 但是对方的防败心太重,所以他不得不厚着脸皮一次次地靠近过来。 可是,越接近杨如心,他就越发现他的能干。 谁拥有这样一个女人,其实就等于拥有了一座金山。 这次回国,如果不是发生很多的事,他早就回来了。 然后,和他做生意,慢慢地俯获他的心。 至于他提倡的什么,不能纳妾之类的话, 等他嫁了之后,那就不是他能说了算的了。 可是,他因为有事耽搁了这么久,再见面,他已经嫁作他人妇了。 为什么要不好意思呢? 顾清航却一脸奇怪地看着他。 我媳妇能干,那是多了不起的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我吃软饭,吃得心安理得。 那些想吃软饭的,恐怕没我这个福气,找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呢。 云仓顿时被噎得有些语色。 谁人脸皮,怎么这么厚呀? 云公子,如果没事,我们先告辞了。 顾清航牵起了杨如信的手。 咱们回见。 杨,顾夫人。 云仓急忙上前两步,拦住了他们,也改了称呼。 我这次过来,可就是跟夫人合作的。 既然人暂时没办法翘过来,那银子却不能不赚。 他现在急需银子,只有多多的银子,才有能力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合作呀。 杨如信犹豫了一下,我…… 我很有诚意的。 云仓急忙开口。 你的那些东西,使在大宣朝销售,这多浪费啊。 我可以将这些东西,带去窝国,并且销往窝国各地,将来,还可以销往更远的地方。 不清衡不由地看了一眼杨如新,窝国他是知道的,也知道周围还有一些岛国,但是,更远的地方,真的还有国家吗? 不过,他发现杨如新神情很淡然,好像一点也不奇怪,好像早就知道云仓所说的消息。 我的小媳妇,到底隐藏了多少东西啊? 哼,你说的我都心动了,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了。 你是个生意人,想要赚钱,自然不会拒绝我。 云仓势在必得。 我将会是一个,十分靠谱的合作者。 其实,我对能不能将东西,销往你们窝国,真的兴趣不大。 毕竟,我现在的生意,足够我很好地养活家人。 云仓一听,皱起了眉。 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诚心,我也可以跟你们合作。 但是,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 我想知道你们那个国家的太阳教的,一切消息。 记住,是一切。 是。 想好了之后,两天之内去揭秘果子铺传递消息,两天之后,我就会出门一趟。 到时候,你就只能等着我回来再说了。 杨如心看了眼云仓。 告辞。 然后,拉着顾清衡去了煎饼果子铺,一人拿了一个煎饼果子,边吃边往回走。 南边有战报吗? 杨如心看了眼顾清衡。 嗯,云王跟对方已经交战了不下五次,都获胜了。 南兆最近高挂了免战牌,不过,那个烈火轿的要人军队一直没上场。 那个烈火轿一直没动静,感觉怎么这么奇怪呢? 嗯,我也觉得不太正常。 杨如心叹了口气。 如果是别人领兵,我一定会去看看,但是现在是骑警云,还是保持距离吧? 否则,那个自大的人不知道,要如何想了。 杨如心,你也别太担心,那云王不是一般的人,他外号战神,不会那么容易被算计,或者打败的。 嗯,我知道,我就是瞎操心。 放心吧,如果有问题,清理一定会做出快速反应的。 杨如心也就将这个事儿暂时放下了。 本集播送完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蜡山里汉》。